总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 其实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秦汉阶段 隋唐宋阶段 元明清阶段 而在这三个阶段中的秦汉阶段 却是最引起人们讨论的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 中国很强大 并且在西方也出现了一个巨无霸帝国 罗马帝国 汉与罗马 这两个世界上各自唯一的超大帝国之间 其实也存在着一种非常奇妙的共鸣 公元前753年 即周幽王烽火系诸侯后 周王室的力量一日不如一日 三番两次被容人攻破首都 郑国经过几任国君的历经图治逐渐强大起来 被称之为春秋小霸 这一年 罗马监利 公元前509年 中原大陆一片烽火 南方楚国想要争夺霸权 于是悍然北上 晋国联合北方诸国进行协同作战 吴子絮的老爸哥哥被楚王宰了 他愤然离开 学徒报仇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鲁国当了个小官 这一年 罗马正式成为共和国 公元前221年 秦国奋六十之羽猎 终在秦始皇手里灭掉了六国 此时的罗马在步逆战争中 打赢了步逆战争 初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中海霸权 公元前121年 汉武帝击败了匈奴 汉朝军事实力达到顶峰 这一年 罗马也击败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菲米基 攻入了希腊与亚西亚 国里进入鼎盛时期 这个时间段 两国都成了世界一级 是否有过交流呢 事实上 在这个时间段 双方都对彼此 有个大概的认识 在中国的汉书中 就有如下记载 其土多海 西真其异物焉 大秦国 一鸣离间 已在海西 一云海西国 地方数千里 有四百余城 小国艺术者数史 以石为逞锅 列至游亭 皆饿之 有松柏株木百草 人俗立田作 多种树惨桑 皆宽头而依文秀 承资平白盖小车 出入击鼓 见惊奇藩植 这一段介绍了 罗马的地理环境 其中 已在海西 明显就是认定了 在位于中东的 安息西边 还有一个帝国 大秦 自安息西行 三千四百里 至阿满国 从阿满 西行 三千六百里 至斯滨国 从斯滨 南行渡河 又西南 至于罗国 九百六十里 安息西界即已 所以说 西汉时期 汉人对于古罗马 还是有一定概念的 对于西汉 古罗马 也从帕提亚帝国处 通晓一二 后来意大利发掘的 古罗马书籍中 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称古老的 东方古国 为塞里斯 到了东汉时期 由于丝绸之路 这一经济政策的 蓬勃发展 汉与古罗马之间的交流 对彼此的认识 都开始加深 在后汉书 《西域传》中 很明白的就写出了 东汉积极与古罗马 交流的证据 河帝永元九年 都护班超 浅甘音使大秦 底条之 临大海御渡 而安息西界 传人未音约 海水广大 往来者 逢善风三月 乃得度 若亦持风 亦有二岁者 故入海人 皆赖三岁粮 海中善使人 司徒恋目 数有死亡者 应文之乃止 这段话就是说 在东汉永元九年 西域都护班超 派遣使者甘音 前去和大秦交流 但由于路上的地理 海洋环境实在太差 所以 甘音走到一半 就折返了 那么 古罗马有没有主动 联系过汉朝呢 史料证明 是有的 后汉书记载了 这样一则史料 秦王 成欲通使于汉 而安息 欲以汉增才 与之交世 故遮骸不得自答 至环帝 延西九年 大秦王安敦前史 自日南 席外县 象牙 西角 戴帽 师乃亦通烟 其所表共 并无真意 以传者过烟 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 古罗马的皇帝 对汉朝非常感兴趣 时常会产生 派出使者 取大汉的想法 但由于 横在古罗马和西域之间的 帕提亚帝国 为了独自霸占 与汉朝贸易的机会 所以就一直阻拦 不过到了东汉的延西九年 古罗马还是 如愿以偿的派出使者 成功来到了汉朝 并献上了很多珍宝 如 象牙 膝脚 戴帽等等 此后 中国在西域的商人 便时常前往古罗马 进行贸易 并且还带回了古罗马 详细的政治制度 有严试者 即以书头脑中 王世公发行 礼其网职 各有官草吻书 至三十六将 皆会议国事 其王无有常人 皆简历贤者 国中灾疫 及风雨不时 折废而更立 受放者 甘处不愿 其人民 皆长大凭正 有类中国 故未知大清 当然 这一段只出现在 野史中 其真实性存疑 不管怎么说 汉朝与古罗马之间 确实存在着 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2013年 伦敦出土的 古罗马墓地中 也印证了这一点 2013年 伦敦出土了 一古罗马墓地 根据英国专家 研究后证明 这座墓地的时间 应该在公元二世纪左右 然而 随着进一步的发掘 英专家们 却震惊了 原来墓中 共出土了 23具尸骨 其中两具尸骨 有很明显的 东亚人特征 而当时亚洲之地 各国都未开化 很明显 这两具尸骸 就是中国人 根据英专家的勾想 东汉时期的 几百个中国人 通过各种手段 通过了八千万公里的路程 来到了古罗马伦敦 并在此地定居 但这个假设 实在太不可思议 发现古罗马墓的消息 一传出 英国学界顿时沸腾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者 在自己的博客上 这样写道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在遥远的古代 汉朝与古罗马 确实有过某种联系 正是这种联系 让一批中国人 来到了西方 他们是勇士 因为敢于跨越 八千万公里的天欠 所符 对那样 做的 并且 看看